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必须学英国 什么叫英国呢 英国就是 你所做的事情 它会有个国 你今天读书了 你就会考上大学 你今天去工作了 你就能拿到钱 你今天 去帮助人家了 你就会得到一种回报 这也就是国 所以我们做人 学佛必须要懂英国 那么为什么我们今生 受这么多的苦 因为我们前世 做了很多的孽 为什么我们今生 能够比较顺畅 因为我们的前世 做了很多的善事 这就是英国 所以菩萨所说 三世因果 他想告诉大家 你想知道你前世 做些什么 你做的好事 还是做的坏事 那么今生呢 受这事 因为你今生 已经在受到 这些业报了 比方说你前世 做了很多的善业 你今生就会有钱 你就会有一个好家庭 那你前世 做了很多的恶事 那么今生呢 就受这事 所以你的家庭不合买 身体不好 所以这是你累事 积累的 也就是说 你的上一世 所受的 做的因 所以这辈子有果报 那么很多人说 那我想知道 我以后会不会好 那么今生 做这事 也就是说 你今生今世 要做很多的善因 你的来生 来世 才会好 那么当然 很多学佛的人 现在连下辈子 投人都不希望 希望能够 超脱 六道 那是更高的境界 但是对一般的人来说 你只要能够守住戒 不要去做坏事 那么你的来世 那可能就会 投了一个非常好的人家 可能你会很有钱 这就是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三世因果 那么六道轮回 实际上 我们在学 三世因果 六道轮回 这种法门的时候 实际上 就是要让人 能够理解 为什么我们今天 不要做坏事 为什么 我们要害怕 一些恶的事情 不能去做 因为知道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有六道轮回 等着你呢 如果你不当心 你说不听 哪一天 你就会得到一个 非常可怕的恶报 也有可能 你下辈子 再也投不到人了 只能去投畜生了 因为相信了这些东西 人才不会做恶事 人才不会做 不好的事情 只有当那些 不信宗教的人 没有信仰的人 他天不怕地不怕 所以他去做事情的时候 他是不管因果的 他今天去抢银行了 他被判刑了 这就是他的果 他如果懂一点佛法 懂一点宗教 知道人有因果报应 知道六道轮回 他就不会去抢银行 不会去杀人 有些人一辈子做了很多的坏事 等到自己要死的时候 看见了这么多的鬼魂来找他 那个时候他才知道 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啊 但是那个时候 他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他的人生 他也没有办法来去除 他的身上的孽障了 那个时候 他只能顺着他的孽力 对我落到六道轮回之中 他只能让他去除了一道 他只能让他来到一个人 他只能让他去除了一道 他们还没有办法来 他只能让他去除了一道 他只能让他到一道路 他只能让他去除了一道路 他只能让他去除了一道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